0403地震余震不斷 花蓮地区在凌晨2点多 连续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强震 造成了位在市区 有40年历史的富凯饭店倾斜 路口监视器也拍下了恐怖一瞬间 整栋大楼往前倾斜 窜出大量粉尘 而就怕有人伤亡 特搜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是过程当中持续的碰上余震 好几度狂奔撤腿 凌晨2点26分花蓮天窑地洞 失去这间40年历史的富凯饭店 上下左右剧烈摇晃 接着整栋下沉爆出火光 直接往前倾倒现场扬起大量烟尘 瞬间饭店一楼招牌消失不见 三楼变一楼就怕有人员伤亡 特搜队第一时间集结到场 大家考虑考虑 但搜救过程中余震不断 正当队好几度狂奔撤离 赶紧赶紧撤离 索性富凯饭店正在整修 没有旅客员工在里头 但同步还得撤离周遭住户 这边我家人在房子上 这边进得去吗 有有有可以进去 饭店对面就是知名的钢管红茶 地震当下85岁的老板娘一度受困 孙子焦急求救 先带进医院 没有先进医院 搜救队赶快破门 索性人没有大碍紧急送医 但还是由其他住户 一度想回家拿重要财物 远景冲上前制止 外套就比较了啦 阿姨能力比较重要 你不怕危险啦 真的啦 等一下啦 你先出来一下 富凯饭店耐不住 23号凌晨接连两起 规模6以上的强震 软角倾斜12度 早上8点多的余震 又让整栋楼向外偏移3.5公分 领防居民连夜撤离 原本热闹的商圈 道路全面管制 店家连累受影响 有业者财损上百万 为难带更空 谢谢 因为害怕 自己的家当然不愿意离开 对啊 谁愿意 对 又在咬了 目前工程单位加紧脚步 先填图稳固 再开始拆除 但受限腹地少 预估会比天王性大楼更难拆 只不过0403地震 灾损还没恢复 余震又重创花莲 当地民众只希望 别再有灾害 这场经验 花莲采访报道